Rising Sound 切斯特 Hi 我是Koppa 為您帶來的是Rising Sound 切斯特的介紹 月中限定就該這麼設計 這張卡設計的算是非常的好啦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很多的缺點可以來說明 我們來看看寇伴的補音 強力組織中場 這張卡是數屬性OMF加DNA補 所以他其實也可以防守 我們看看內容 首先是防禦對決攻擊 就先來看他的防守吧 他的鏟球必殺技威力455 跟斷球必殺技威力440 其實你看到這樣你會覺得有點低 計算出來的威力只有一種 他是面對隸屬性的鏟球有31萬 技術數數29.6 不到30萬 右邊呢 依然我們照樣先看盤球 技術性的佐野滿 在2億有31萬 在其他區域是25.9萬 這樣的數據 切斯特不見得能夠防守下來 你可以看到29.6萬 是小於2億的31 但是其他區域是25.9萬 他則是沒問題 這裡給的是三角形 這裡多了一張圖 是巴斯卡 主要是讓你知道說 除了佐野滿之外 還有巴斯卡也是大於29.6萬 再往下就沒有了 所以基本上他的鏟球 我個人來看是夠用的 接著我們來看的是 速屬性的布萊恩 他沒有問題 即便是28.5萬 他也可以贏 然後是隸屬性的羅伯特 29.4萬 他的31萬也能贏 所以基本上他大概只有 對技術性有稍微的擔憂而已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斷球 面對隸屬性有30.1萬 面對技術數數有28.8萬 其實甚至連29都沒有 我們來看看旁邊的對決 果然有比較多XX 首先是技術性的傳球 澤田猛 他是大敵當前 我們看看他是29.6萬的數據 像是他速屬性切斯特的28.8萬 沒有錯 那這邊有多了幾張圖 跟剛才巴斯卡的情況是一樣的 也就是除了折天猛之外 這幾張卡也能夠贏 這個28.8萬 詳細的數據我們有給 但是就是他們的對決數據 會是超過28.8萬的 接著呢 則是速屬性的布萊恩克萊佛特 同樣是多人對決 渾身一級最高威力來到28.7萬 就輸切斯特一點點 輸就是輸啊 我們接下來看隸屬性的比卡姆 傳球最厲害的29.9萬 也是速屬性切斯特30.1萬 看到這裡你就知道 除了技屬性 速屬性 綠屬性 他都沒問題 然後是三角短傳 技屬性的這一聯盟的3.3層 海外克星 他的三角短傳來到30.6萬 同樣的切斯特籃不下來 是XX 其他幾張還不少呢 有羅伯特 裡包爾 遮天猛 奎心武 甚至是納德雷莎 他們的三角短傳都可以超過28.8萬 顯然切斯特斷球在這方面真的是沒有辦法 接著是速屬性的布萊恩 單人對決 只是單人對決 速屬性 32.1萬 已經足以贏28.8萬 還不需要到多人對決 其他速屬性有沒有辦法贏28.8萬 你看一下也就這兩張了 一個是倫森布林克的全能足球 一個是3M 這個是3三純 所以其實速屬性也沒有那麼多卡 能夠贏切斯特的斷球 接著是隸屬性的凱薩 偏重衝盤 他有30.4萬的全能足球 而且是要到半場快結束 40分鐘後或者是延長在10分鐘之後 才有30.4 而且也才小贏切斯特的3000 切斯特30.1 我這裡註明了 其他隸屬性沒有辦法來到30萬以上 代表切斯特除了凱薩的30.4萬 其他都不怕 甚至凱薩要到偏重中排 還要再加上全能足球 恐怕這條件有點嚴苛 這代表什麼 隸屬性的羅伯特也沒有辦法 他的三角等團也是要被切斯特給斷下來的 這次的版面特別多加了一些 關於其他能夠贏的角色的資訊 主要是因為發現還蠻多空白的 所以在空白處再多加一些資訊 提供給各位玩家參考 接著我們來看同位置的排名 他的盤球來到所有球員的第13名 27.8萬其實算很高 光看OF、DNF他也有第4名 這裡比較的對象則是OMF加DNF 跟他一模一樣雙位置 或者OMF或者DNF 我們來看盤球 他的前面有佐野滿 全球員第二名 三三存 這個真的是比較不容易達到這樣的條件 他需要是海外科興 再加上接到荷蘭球員的傳球 然後是第10名的奎欣武 這是超越底限定 以及第16名 在切斯特後面的比卡姆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傳球 29.3萬 高達全球員第三名 OMF、DNF同位置第二名 我們來看第一名 比卡姆沒有錯 29.9萬 不管是OMF、DNF或者是全球員 他都是第一名 然後是第三名的切斯特 這個必須裝上他最新的 490必殺技威力的傳球 所以其實這切斯特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達到這個數據 然後是第四名 全球員第六名的三三存 以及全球員第七名 但是同位置第五名的哲田猛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慘球 全球員排名在第80名 同位置21名 剛才在對決的時候我們也看到 他的慘球是還蠻夠用的 其實只有面對佐野滿 但是佐野滿也要在兩億才有辦法贏他 我們看到他的前面有54名的哲田猛 69名的比卡姆 72名的里包爾 以及他的後面85名的月中限定席單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斷球 102名真的是非常的差 慘球還行 我們看到斷球就不是這回事了 斷球他真的是面對比較多的克星 我們來看他的排序 他的前面有100名的泰格波朗 然後是96名的這一聯盟寇半的賈太郎 以及86名的超越中大空隱 然後就是85名的切斯特 這是nextream布萊梅的 在同位置裡面其實33名也不是很理想 接著我們來看球員分析 首先他的優勢 兩名以上海外球員 敵方球員能力只減8% 一個純寇半而且是全新的 之前是7.5 現在是進步到8 月中限定果然是不同方向 這次自帶的是全新的傳球技能 也是他最強的 490必殺技威力 絢麗傳球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優勢 還有盤球13名 傳球第三名 三角短傳19名 都是攻擊的項目 我們再來看他白質90868 超越極限10次105268 非常的高 破10萬 接著是他的外部機會 他的外部機會高達5項 其實也就除了這個半 而這個半我個人認為 擺在外部機會也不過分 不過基本上我還是把半盾這種 先擺在他個人的優勢 我們來看外部機會 自動攔截100%的機率是他的被動 然後是他的前人 取得對決勝利 會使我方FW跟OF 在下次選擇指令的時候 能一直加5% 這就是鼓舞 而且是在下次 如果你FW跟OF 一直不使用選擇指令的話 那他可以一直保留到半場結束 接著是最重要的 進入對決模式的時候 封印對手一項斷球必殺技 機率是100% 然後是他兩項必殺技封印無效化 又可以封印又不怕封印 最後一項是體力克星加35% 非常的狂 35 跟他對決一次 竟然就可能去了半條命吧 我們來看他的劣勢 斷球必殺技能威力低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了 只有440 然後是殘球15名 以及斷球31名 當然這兩項都不是非常的優秀 接著是外部威脅 他怕基礎性的傳球 以及三角短傳 然後就是自帶封印無效的卡 對他絕對是一個威脅 因為你要注意喔 剛才我在講外部機會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 進入對決模式的時候 封印對手一項斷球 既然指定的斷球代表只有攻擊的時候 這個封印才可以出現 一旦對方有封印無效 其實這一項也就沒有效果了 你要注意的是 在防守的時候 他是無法封印對手的 我提供的必殺技組合在這裡 傳球、盤球、殘球 然後再多斷球、三角短傳跟射門 因為他兩項無效嘛 所以其實你不用多帶了 每個項目各帶一項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針對月中限定切斯特 他本身的特色 他本身的數據 以及本身的強度來做介紹 接下來我們來看抽卡建議 我給的抽卡建議是 信號強烈推薦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首先從數據來看 他的確是斷球偏弱 但是呢 將來如果有高威力的 超過400是其實不難吧 那這張卡會變得更沒有弱點可言 目前他唯一的弱點 大概就是斷球比較弱了 接著是生態 目前扣半最高就是這張卡 8% 所以無可取代 也就只有這一張卡 然後就是特殊四項了 封印跟封印無效 再加上自動攔截 機率是100%的 就這一張卡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他的封印不是攻擊加防守都能封印 是單純是攻擊的時候 而且是限定封印斷球 但無論如何 這已經是非常優秀了 要這三項都統一在一個球員 而且都100% 其實我也找不到了 如果真的還有的話 那就是我在搜尋的時候漏掉了 接著是其他項目 鼓舞 FW加ONF 涵蓋得非常廣 這是因為你通常是3-2-3-2 或者是3-1-4-2 好了 其實差不多有五到六位的球員 會被鼓舞給涵蓋到 這表示什麼 一旦只要切斯特對決獲勝一次 其實你球場上有一半的球員 五位或六位 負責攻擊或負責防守好了 這五六位球員 他會直接立刻加能力5% 也就是說假設你今天半身50的玩家 只要切斯特對決獲勝一次 其實你的前場 FW加ONF 這五位或六位 是半55的狀態在面對對方 或者是在攻擊對手 所以其實還滿有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實在是需要給到強烈推薦 雖然他沒有任何一項數據排名全球員第一名 理論上我頂多能夠給到雙圈建議擁有 但是他的優點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扣半隊你還是去抽吧 真的是沒有其他更好的扣半卡了 以上就是我對切斯特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